大家好,我是Henry 今天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如何制作鬼五八荒的动态例会 成品基本上就是这样 一个非常基本的呼吸动作的动态例会 那我们开始吧 先去到模组 然后去制作模组 我们新建一个项目 然后去到教程文件 打开教程文件夹 然后我们去制作静态和动态的例会例子 在这里复制这两个文件 复制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回到游戏 回到我们的mod的根目录 然后将刚刚那两个文件直接粘贴在这里 好的 完成后呢 我们需要用到Unity 来打开这个文件 那我们先去到它的工程的目录 将这个地址给拷贝下来 在这里呢 打开我们的工程 然后增加 然后增加 它必须用到这个特定的版本 的编辑器才可以打开 那下载链接我就放在 视频简介 谢谢 好,读取完毕后呢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的图片 然后再去到这个文件夹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用哪一个他们的事例 来制作我们的动态理会 在我看来呢 第一个就比较适合 那 我们就可以直接复制这一个 然后将它改名为104 然后我们要将刚刚那张图 拷贝到这个 利会资源里面 也一样 拷贝个 101 把它改名成104 因为我们制作的是很基本的利会 动态利会 然后我们不需要这些裙摆 或者手臂 这一类的 我们只需要留一个身体 然后我们去到这个图片的目录 将我们的图片 可以拖过来 然后直接覆盖 覆盖完成后呢 那图片就进来了 下一步呢 我们可以去到 图片的编辑器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改变一下一些 谷歌以及 那些谷歌的权重啊 什么的 到左上角去 编辑 首先呢 我们可以先去 这个选项 然后 再去到 谷歌 编辑谷歌 把谷歌就拖到 对应的位置 大概是这个样子 就可以 然后再回到 这个选项 来更新一下权重 更新完之后呢 我们就直接 Apply 在这上面 关闭 然后回到 这边这个目录 资源目录 然后去到 我们刚刚复制的 是104 双击104 这些像 下白的谷歌 我们就不需要了 我们就把它们删除 飘单也不需要 手臂不需要 手臂2 下白 身体的话 目前是在腿的 目录里面 然后我们把它拿出来 放到根目录 然后这样 推也直接 拿掉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剩下一个身体 然后我们去到身体的 这个里面 然后选择我们想用的 图片 这样的话我们图片就 覆盖原有的图片 下一步的话 我们就要重新录制一下 这个动画 这些的话我们都不需要了 就全部选择 然后直接上调 然后我们点一下身体 点一下这个 点一下这个 Reset Bind Pose 然后开始录制 直接可以到90帧这里 然后将 这些部位 就上调一些吧 我们只是模拟一下 很基本的呼吸动作 然后再回到第一针 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我们去到180帧 然后面贴 然后关闭录制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我们基本的呼吸的动画 好 那制作完成后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去到 游戏工具更新 更新AB 那样的话他们就会帮我们把AB文件制作出来 那我们新加了一个新的动态力绘 我们需要去配置文件里面把它也加上去 好 我们就回到我们的模组的目录 然后去这个文件夹 打开 打开之后呢我们找到女性的衣服 那我们是 就是 用了101 其实用102 103也都可以 复制一下 然后直接改名 改成104 然后这里的名字 这里的名字呢 要跟你的文件夹的名字 要 一样的 然后改完之后 就可以直接保存 直接关闭 然后就可以回到游戏 测试一下 然后进入到游戏挑食 可以看到 我们的图片已经进来了 不过这个头还挡着原本的图 原本的图还挡着我们的理会 那解决方法也很简单 我们先回到Unity 然后回到刚刚这个 我们正在编辑的这个prefab 去到 左边这里 然后看到这个是root head 也就是头部 那我们直接把头部 直接移到一刻 我们看不到的地方 就可以了 然后再保存 更新AEB 然后再回到游戏 我们确认一下 已经生效 进到游戏 可以 调试 那这样的话那头部就不会再显示了 还有一点的话就是 如果你想要图片在这里显示的话 你必须制作一个静态的 立会 那样的话它就会显示出来 那制作方式的话 跟动态理会差不了多少 就是一个负质粘贴的问题 静态理会的话就比较简单 不需要做谷歌或者权重什么的 还有的话要注意的就是 因为这些是视力的文件 到时候你们是需要修改 这个五个吧 改成你想要的一个ID 同样配置文件里面的这个ID 也是需要修改的 那教程视频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了 可能这不是最好的办法 但是 希望能办到你吧 好,谢谢观看 拜拜